哭从哪里 哭从迷惑颠倒来 对于四世真相 一无所知 总以为自己所想象的不错 谁知道全错了 你所想的 你所做的 全错了 你所受的这个果报也是假的 不是真的 因为你觉得他苦 他就是苦 如果你觉得他不苦的话 他确实不苦 怎么个不苦 我们看到电视 电视现在一眼那是大火 你看里面人烧得很可怜 你在这里看 不苦 如果你迷了的时候 你觉得你在电视里头 火烟伤得我 你感觉很苦 你错了 你怎么跑到里面去了 你不在里面呢 他里头怎么样受的时候 你都没有感觉了 毫无感觉 他苦你也苦 他落你也落 他苦你也苦 他笑你也笑 你完全被他转了 这叫凡夫啊 你的心被进阶转了 那你就很苦了 你要能够从跳出来 看到四世真相 苦落是一不是二 凡胜是一不是二 那就是前面所说的 世纪里地不是为臣 你自己清净心里头 什么都没有啊 但是能生无万法 你在电视里画面 能生无万法 万法跟自己 是一不是二 你是绝 它是你 有苦有落 都是 无苦无落 明白了 自己明白之后 你才有方法 帮助他明白 明白就是解脱了 任何境界的时候 你都不会起心动力 起心动力就进去了 你就堕落到里面去 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丝毫不然啊 这样才能够 像菩萨一样 度身之行律 无有窮尽 无有窮尽 阿弥陀佛 发四十八月 普贤菩萨 发十大愿望 一般 佛菩萨 从刚灵上说 四红十月 真的是 无有窮尽 阿弥陀佛 心 常住度师之道 常住度师 就是帮助这些 迷惑的众生 帮助他去 帮助他回头 心里面 也丝毫不忍住 你要是忍住 你就又累了 你受累了 你就很辛苦了 你不忍住 心永远清净 永远是自在的 永远是安乐的 虽然安乐 众生在很苦 也表现一点样子 同情他 也不要人家那么苦 你在那里快乐 都不像花了 那就给人家 生烦恼了 所以好像要表演一下 像唱戏一样 留一点同情的言论 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别人快乐 你也想快乐 别人痛苦 你也想痛苦 他是真的 你是假的 你才有 你才有善巧 方便 真是智慧 帮助他 帮助他 从境界里 幸福过来 知道 知道凡所有限 皆是虚 最大的事情 摆在我们面前 无过于生死 我们怎样了生死 出三戒 这大事 我们帮助别人 没别人 这是大事 其他的 叫鸡膜酸皮小事 那个无所谓的